我贊成你改革 但你要改善我的经济 其实你看小英的民调低 但你看赖清德是去年9月8号到今天为止 他过去的满意度也有将近五成 现在也来到了40% 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 44.9%的民众是满意赖清德的施政表现 不满意的是32.8% 你看看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的满意度其实是比赖清德来的低的 刚刚我们也讲到蔡英文他的满意度 其实还不到四成 他的满意度只有35.4%而已 不满意度是47.8% 但是看看赖清德的话 他满意度就有44.9%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不满意度如果高于他的满意度 甚至于如果未来不满意度是超过一半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未来连任的警讯 很大的警讯 那我们一直在谈到说台北市赖清德有没有可能什么 那我每次谈到赖清德有没有可能 我的看法都是把赖清德先放在2020年来看 我不是指的是2020年赖清德去抢蔡英文的位置 我说如果你从这两个民调来看 如果说赖清德成为蔡英文的副手去选 相对于可以帮助蔡英文的声势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柯文哲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组合 2020年会战 不战 敢不敢战 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变数 对 阿扁都讲说可以寻他的模式走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变数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我一直认为蔡英文目前位置应该是不至于考虑赖清德选台北市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大家说 礼不礼让柯文哲如果是考虑2020 那要不要让赖清德去选 其实也是考虑2020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份民调来看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做了将近一年 他的民调还可以撑到45%左右 其实是算高的 其实是算高的 那你这样看来的话 我就觉得蔡英文如果还在持续改革 而赖清德能够补足那一块 就是提出任何政策让人民的生活 或许感觉到未来会改变 或是即将改变 或已经改变 或已经改变会变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势之下的话 我觉得一路如果是这样持续发展 即使是蔡英文的满意度是在三成五 低于或四成三成五之间滑动的话 我觉得2020年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赖清德撑到一个高点 而那个蔡英文不要滑落到三成五或是三成以下 我觉得都还有好的发展 是是好 留言要补充 那个其实蔡英文你可以看到她的民调 关于改革这方面的这些相关的 她的民调都支持率都很高 那为什么那个支持率很高 因为大家都希望改革嘛 尤其是年轻改革 大家都知道不改革会破产 可是你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很多昏昏牢牢 到底你处理的手段怎样 那其实多数人是不满意的 包括你从你对于那个一些经济议题 因为老百姓根本不在乎说你改革什么嘛 因为以前那个马英九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数字是冷冰冰的 人民的心理的感受才是热烘烘的 那你什么东西才跟人民的心理感受最有感嘛 那你看蔡英文她这一路走来 台湾的经济有比较好嘛 她能一立一休 哪有一个 这可以是说破天荒 然后一个说一个法令 一个政策 不到一年就修第二次 那这个引起民众反感 雇主也不满意 劳工也不满意 所以你那个造成多大的名言 所以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议题 他都没有解决嘛 只是说你改革 你是除病 可是你的心力在哪里嘛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结果 那当然不满意 那这个原因怎么看嘛 为什么民调就好像感觉一直拉不上来 反而赖金河都还蛮稳的 这个跟开车一样 你时速开八十公里 喜欢坐快车人就嫌你太慢 喜欢坐慢车人就嫌你太快 所以很多人支持改革 但是很多人不满说改革的速度太慢 所以这边就有很大的漏差 就是说我赞成你改革 但是我先你的改革速度太慢了 其实我们跟蔡英文上海到现在做了多少事情 当然你说经济上也发现到我们都一直在成长嘛 出国也是创新高 股票也是人息最高点 对啊对啊 对不对 都是失业率最低嘛 我现在讲过来讲说这些都是要慢慢大家去检验 我在讲说在整个所有的改革过程里面就是要很坚定 因为赞成你的人不太会出声 反对人的声音很大 就是反对人一点点但是声音半天边 那反而是支持人很多 他不太讲话跟我无干嘛 所以他就不太讲话嘛 所以我想啊 这一步一步往前走 人民就会慢慢的感受到 经济会不会好 我想到现在为止 不是哦 是从李登辉时代到蔡英文时代 现在的守得也是创新高 没有没有再高 比忙就是在高太多了 对 我现在讲说 还是说物价太贵 大家没有居住 没敢 现在当然大家讲说 是不是没有感觉 我现在跟你讲 很多东西啊 短时间内都不会感觉 所以想到要拼连任那时候应该又有感觉了吧 对 就是到你天明天的时候 大家就慢慢感觉说 有在改变嘛 有在改变嘛 不不不 这个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们说平均薪资5万 好像你提高了 但是那个5万是个 是个中立的数字 没有 它是个中立的数字 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 内涵是 我们的财富薪资集中率越来越高 年少薪的人越来越多 那是一个平均数字 所以为什么会大多数的人民说 为什么会有5万 因为我们内涵平均差距越来越大 你没有讲求这个内涵 我现在讲说 全世界在经济发展都一样 就是那个平均差距都会加大 所以政府他就有责任 比如现在推出来很多福利政策 你小孩子 政府给你养到四岁 这个很多的就是怎么样 政府最大的功效就是我收起前台湾的所有的税收 然后做重分配 做重分配就是让有钱人交比较多的税 然后给穷人家比较多的收入 这是政府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上来一直在努力这一块 所以我想当然这个到选举之前 到蔡英文选举之前还有两年的时间 百姓慢慢就在感受说我是不是有在 他会去检讨 到最后他在投票的时候 他就会思考说这是对来错 好那议员你怎么看呢 因为连柯P都在笑蔡英文民调低啊 酸一下他 最没资格笑的就柯文哲 我这样 我用四个字形容小英总统 这两年来 就是求好心切 那我用八个字形容现状 就是战场太多 战线太长 那我用两件事情来举例 一件我们就以我们人身体 去手术来讲 有三十几岁的青年人 他就拔两颗字尺而已 有一天内拔两颗字尺 就不幸往生 为什么身体状况不好 有七十几岁的长辈们 七十几岁快八十岁了 去开心手术没问题啊 还可以存活二十年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改革 那么应该要试 就是任何一个手术 要试身体状况 就像任何改革 要试社会的现况 这个做一些因应跟调整 那我再以另外一个企业经营来举例 很多正派经营的企业 你看企业有正派经营的企业 也有地下钱庄 我们民进党执政就像正派经营的企业 方向都正确 公司的营运也都很好哦 那前景公司的前景各方面都很好 也没有做犯错什么 可是突然有一天 要周转不灵 为什么 因为你产品做太多 你研发你各方面 你每次都要做 你对抗地 追尼 人们做到来口都要做 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天突然你发现周转不灵 那柯文哲就像地下钱庄 他平常正事不干 准备着 等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他要来趁火打劫 地下钱庄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正派经营的企业 我是呼吁 正派经营的企业的经营者 你要小心 就是四个字 黑字倒闭 就是说 一个公司不是说只有红字 不是说负债多 经营不好 民进党执政没有任何弊案啊 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地方 可是会突然间周转不灵 这一点我特别提醒要小心 好来那范老师你怎么看呢 这个民调到底显示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好啊蔡总统他改革啊拍拍手 但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满意度的部分 蔡总统始终没有办法拉上来 蔡英文上来两年没有做事 有啊当然有啦 我举外交来讲 台美关系可以创下1979年 断交以来最高潮 对那为什么 台日关系也可以说这1971年 台日断交以来最高潮 可是蔡英文 因为他一直不想去凸显这个东西 他怕刺激中国 因为他基本上他认为啊 其实他上台那个蔡英文刚上任以来 习近平其实并没有下重手 那是因为后来川普一直打台湾牌 搞得老共还没面子 所以就开始断你的邦交国了 对 蔡英文他一直有个 从说他认为习近平是想要跟他谈的 所以他就不想去刺激他 所以哪怕美日有这么台美台日有这么好的突破 如果是马英九啊 早就每天在那边敲锣打鼓了啦 对 可是蔡英文就说啊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总统府表示欣慰 就这样子你应该开个开个大会 台湾旅行法大流行 美国已经这样了 大流行不行吗 国际记者会敲锣打鼓 他就是怕嘛 好这是你的政绩你不凸显 你说这个年金改革 马英九想做不敢做 可以带大的说 你看我多了不起 他又怕会刺激发北壮士 他们更激烈嘛 然后你看这个转型正义 哇这个复联总会藏那么多钱 开个国际记者会 你看复联总会藏了这么多钱 金山银山 我先把他敲出来 我包围这个复联总会 你也不敢 怕对方会 所以就是变成说投鼠忌器 本来是你的强 你的强项 你可以宣传的 想太多吗 想太多 变成你的支持者 你的基本盘就说 我们好像什么事都没做 你川普不一样 川普就是要巩固基本盘 我就是那个老蓝蓝 我就要巩固 所以我跟你中国宣战 去这个贸易战 我这个减税 我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我这个打击非法移民 我就是要让我支持我的人 支持我嘛 他选我出来干什么 今天大家选蔡英文出来 就是预估两岸关系不会好嘛 本来就是支持一定 那你又一直顾得两岸关系 你一直想要稳定 本来大家不期望你的 你拼命做 本来大家期望你的 你去做 让他觉得好像没做到 就变成说 大家要你出来就是改革嘛 就你改革 你又好像要很低调的改革 不愿意伸张 那你的支持者就觉得 我干嘛 就两边不讨好 就没有底气了嘛 对啦 你的基本盘没有顾好 你就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你怎么去跟反对你的人对抗 这是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你自己的政绩你都未必说出的不太愿意 但他最近他最近比较敢讲了 就他最近开始一直在上上专访嘛 他知道啊 他让他的支持者知道我有做事啊 所以蔡宜文现在一直在上专访 他终于知道他过去太低调了 那再来就是除币 这是你的政绩 那至于说什么5加2产业 什么前瞻基础 这个东西要达到效果要太久 短期之内很难立竿见影